核心提示,报道称,中船重工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决定成立三个实验室,分别致力于量子导航、量子通信和量子探测技术的研发。 参考消息往12月1日报道英媒称,中国船伯重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就支持海军任务系统研发的量子技术开展合作。 据英国检视房屋周刊网站11月29日报道,根据这项联合计划,双方将在位于华中的武汉成立三个实验室,分别致力于量子导航、量子通信和量子探测技术的研发。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11月28日引述中船重工消息称,该项目将由中船重工提供资金,是这家国有造船企业对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加大投资力度,推动产业化发展的重大举措。 中船重工还说,这三个量子实验室将根据海洋装备提升战斗力需求与装备发展需要,支撑科研,促进成果工程化应用,产业化发展。 联合实验室将充分发挥军工集团与高等院校的互补优势,面向国家重点战略需求,坚持军民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 报道称,这家企业还表示,以量子导航、量子通信、量子探测产业化为目标,大幅提升相关军事领域装备的性能,推进量子信息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 报道称,中船重工与中国科技大学新签署的这项协议是,这家军工企业在过去两年以推动军事技术为目的达成的数项协议之一。 这是该集团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即进行自我转型,不仅成为海军造船和船舶修理的专业公司,而且成为收集和研发支撑这些资产的某些任务系统的专业公司。 中国的其他企业,最突出的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也是这些技术的重要供应商。 报道称,中船重工最近建立的致力于任务系统技术研发的其他伙伴关系,包括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建立联盟。 中船重工还在3月为一处新设施揭台,推动海军技术创新。 中船重工说,国防科技工业海洋防务技术创新中心将为绕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编一网海航。